百貨商場美食間 不管是這一間牛排館 或是對面的泰式料理 都是精華飯店的管外餐廳 進到泰式廠 豐富的泰式海鮮bafet 任君挑選 泰式咖哩跟椒麻雞 讓人看得口水直流 用餐時間根本作無虛席 因為就是有看網路上 覺得這邊評價還不錯這樣子 然後有精華的品牌 覺得品質應該也不錯 絡繹不絕的客人 看的就是有精華品牌的加持 這也讓精華酒店管外餐廳的營收 穩定的成長 包含這間泰式廠 已經開了五個管外餐廳 我們的管外餐廳 從2005年就開始拓展到現在 那我們每年的管外的收入 都有在穩定成長中 那目前的話 管外五間餐廳 占台北精華的餐飲總營收 大約是15% 但可不是每間飯店都這麼成功 像是國賓飯店日前開法說會 在管外餐廳的部分 少了6500萬的營收 由於餐飲人士成本高 虧損3000萬元 人本轉投資的 EMBA酒店旗下有多間管外餐廳 為了減少虧損 已經與本業切割 因為現在餐飲競爭 真的非常的激烈 那我們希望聚焦跟回歸我們的本館 尤其是在本業的部分 希望我們的餐飲跟客房 可以雙雙上揚 老字號的國賓調整腳步 回歸本業 像是原本的住房 還有婚宴方案 野心人 太勝利了 管外品牌兩樣型 每間飯店都有不同的策略 不景氣的時代 飯店業競爭激烈 改裝或是調整應變 勢在必行 三選方向 注意您臺北報導